不分家不分家的日子还这么过 你 大哥 咱们兄弟三个都已经长大了 总不能这样凑合过日子吧 何况你弟媳 我们刚结婚 他本来就嫌咱们家人多 现在都气得回娘家去了 总不能让我在离世婚吧 离世大哥你说吧 反正这个日子 不是一天都不想过了 国庆 妈好不容易把咱们三个拉扯大 我们不应该在他身边尽孝吗 你说你结婚都一年了 吃家里住家里穿家里的 我又说过你什么吗 而你又为这个家做过些什么 你说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我结婚了 我成家了 我再也不想一堆人集在一起过日子了 我要分家 你 我要分家 你 雪松啊 别吵了 你是老大 你不要跟你弟弟一般见识 老二呀 你结婚的时候 你哥跑前跑后的 你应该心里有数 你怎么能跟你哥这样说话呢 从小到大 就我大哥好 就他好 我不好 我不好行了吧 老二呀 你们三个 你们三个都是妈的好孩子 手心 手背 都是肉 你大哥为你付出多少 你心里是有数的 你都是结了婚的人了 你应该出去找份工作 学会养家糊口 不能有手好闲 好吃懒做 好好好 就你大儿子好 我整天有手好闲 我好吃懒做 你咋不说 家里面的钱都他管的 我跟老三一分也摸不着 你呀 当年我爸在跨上出事 赔偿镜 我一分也没借着 你还说你不偏心 你 你什么你 你还想打我 就算你打我我也要说 我今天不打你 是不想让妈生气 但是你给我记住 如果你要在乎些多八道 我绝对不饶你 我告诉你 我早饭了 这个家不是你说了算的 我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 一三弟三弟你回来了 二哥三弟你回来了 这儿是你吗 是我吗 快进屋快进屋 赶紧坐赶紧坐 这几年没回来 家里也没什么变化吗 老汤你回来干什么啊 我咋就不能回来了 这也是我的家 怎么 这家现在换主人了 吃你血松的了 你都几年 你都几年没回家了 你都几年没回家了 你知道咱妈有多小你吗 给你打个电话 你打不住 就算打通了 没有一分钟就挂了 咱妈就是小你 你打个电话有那么难吗 你现在翅膀硬了 眼里还有这个家吗 大哥 你是在说我吗 这个家姓李 我也姓李 我凭什么不能回来 我发现你这两年也太霸道了 怪不得我二哥给我打电话说 这个家实在呆不下去了 我们可是你的亲弟弟啊 凭什么这个家你自己说了算了 你真以为找熊如父呀 我告诉你 别太拿自己当盘菜 你个混账东西 你个混账东西 你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 好打得好 我这一趟也算没白回来 我大哥好 我大哥好当年就不该爸上我爸的赔偿款 我对我二哥也是我爸的儿子 对对对对 赔偿款应该有我们一份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大哥为你上学 拼命的挣钱 今天打了三份工 怕你在学校里吃不好 住不好 他一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你这样对他 你良心过得去吗 行吗 你这几年不回来 回来就大闹一场 说吧 你这次回来是干什么来的 我今天回来 就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这个家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策 我也有份 我是来分家的 老三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 咱妈年纪大了 这个家迟早要分 敢跑不敢玩 我 我真想撑你 老大 你也别吼我 我可是个文化人 我跟老二早就商量好了 我们要民主 这里不是你的一言堂 好 好 这个家不是我说了错 也不是你们两个说了错 听妈的 妈要说分 咱就分 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们都长大了 长出血了 翅膀又 你们亲兄弟都打起来了 打败 打败 我死的算了 给你们也省心了 哇 你也不能这么说 我们兄弟三个都长大了 这家迟早要分 现在分了算了 分吧 分吧 老二 你去把村长请过来吧 哎好嘞吗 分吧 分吧 老二 你去把村长请过来吧 哎好嘞吗 快快快快 你慌什么呀 怎么话 咱们同意分家了 真的 我赶紧去请村长 你在家里面等着我啊 好好好 妈 猪子来了 哎 村长快坐快坐 快坐 老嫂子 你叫我过来干什么呀 这日子没法过了 分家吧 分就分吧 孩子们都大了 早晚都得分 你们都打算怎么分呢 我就要冲头那三千瓦房 我要从尾那聊母帝 你们分得到挺清楚啊 是不是少分了 你家还有啥好东西不是 我哪知道啊 你妈呢 你妈没人要了 妈我养的 你养的 是你一个人的妈妈 你们三个人都得养 我来安排 你们弟兄三个 一直养一个月 我到月初 来给你妈称体重 如果你妈要是瘦了 我轻上不了你们 那要是胖了呢 如果说你妈在你们家 要是胖了 说明你对你妈比较孝敬 老大老三都要向你们学习 好了 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了 下面就看你们的表现 一二三起 哎呀妈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这是我来做就行了 你快坐下 来妈 你先喝口水 你说你从小就照顾我们三个 到老了也该想想清福了 没事 妈还能动 妈 你都操劳大半辈子了 也不舍得休息一会儿 老大 你好像好几天都没上班了 我怕你在家闷的房 多陪为您 我没事 你不要因为照顾我影响的工作 那好嘛 明天我就去上班 那中午您想吃什么呀 我去跟您做 我吃什么都行 你快去上班吧 好那行吗 那我去上班了 你在家照顾好自己 注意安全 我来不让我来不让我来不让我 我来不让我 一时 我爱情 哎 哥 你咋来了 关了家 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了 不是呀 哥 你可是无事不能三宝姐 说吧 啥事 那我可就只说了啊 我好几天没上班了 我想去上个班 我怕我回来晚了没人给妈做饭 我想让弟妹你俩给做顿饭 这还没联带我们呢 就让我们帮忙真是 那要是实在不方便就算了 哥 让你给妈做顿饭就这样 哥该我们管的我们肯定会管 你今天忙明天忙 谁还没点事啊 谁不忙呀 哦是哥不好 不勉强你们就当哥没来过 哥 老嫂子我给你称体重来了 一二三起 好了好了下来吧 老嫂子你生了个好儿子 老嫂子这一个月 不但没有瘦还胖了三斤 你妈在你哥家还胖了三斤 这不是害我们吗 到我们家瘦了咋办 哎呀别说了 回家再说了 你们俩在这儿逼顾啥呢 还不赶快把你妈接回家 妈 走咱们回家 来我背起 妹等一下 请把咱俩这换洗衣服 老嫂 收拾好妈妈 知道了 放他下来 自己回去 给